就说那个吴燕尼 中国的100米蓝运动员吴燕尼 很多人说他这个不好那不好 其实我觉得他没什么不好的 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强跑很正常 强个跑最后就是犯规 然后他得到犯规相应的处罚 这就够了 说什么他走霸王步 我觉得走得挺好看的 为什么不能那样走 很好 对吧 然后说他做准备的时候 别人都到前面去准备了 他还在后面准备压轴出场 这也是可以的 镜头感很强 等着把镜头给他 然后表演 然后当上这个场上的主角 这个没有什么坏处 也没有侵害到任何人 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然后就是做准备 准备蹲下样起跑那会儿 别人都蹲下了 他还在那做他的招拍动作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那个动作完全是可以做的 既不犯法 也不侵害到任何人 对吧 而且还可以烘托厂商的气氛 对吧 确实可以这样 让厂商看上去更丰富多彩 而且他的动作也蛮好看的 没有问题 至于他的跑步的成绩 也不错嘛 如果不符合这个要求 我好像就要不得 其实不是的 其实做事情的界限 仅仅就是不要侵害别人 不要侵害别人 自由只应当因为自由本身而受到限制 就这个意思 不要侵害别人自由 剩下这个事情 你做出来 无论是好还是坏 只要你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就可以了 如果别人 或者说你觉得谁谁谁那样做 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后果 你出于为这个人好 你想让他不要这么做 那么你可以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 请他不要这样做 但是你也不能强行去制止他 也没有必要去指手画脚 说别人不该这样做 尊重人家的选择嘛 没有必要去指手画脚 当然你要指手画脚 只要没有强行阻碍别人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样累不累呢 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 你如果不愿意别人那样做的话 你以建议的方式提醒人家 那如果别人愿意采纳 你的建议就采纳 不愿意采纳 那别人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就行了 你不用那么着急 许多中国人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他没有那种行为的界限 的这个概念 就会说这个界限的概念 它是超越了 就是个人的自由的这个界限的 有太多的界限了 不应该这样 自由 只应该自由本身而受到限制 就是你不能去侵害别人的自由 剩下都是你的自由 很多的中国人不太懂这个 是有必要去学习的